看美国学英语 每次当我说这个看美国学英语 这个恶心的骗子的美国法律硕士文凭是假的时候呢 他就是晒出来他那张假证 我现在要告诉这些支持他的山羊们啊 你们可能在国内觉得来美国的人好像就高你们一等 因为你们千方百计想来美国 觉得美国很好 美元很好赚 这种骗子啊 汤姆这种骗子啊 在美国的话 他硕士毕业 他是需要论文答辩的 就是需要演讲 还有诸如还有一些毕业典礼啊 还有你跟你导师的照片啊 还有你跟你同学的合影 请问他能拿得出来吗 他能拿得出手吗 所以不要自欺欺人了 这个看美国学英语 还有这些相信他的山羊们 你们醒醒吧 好吧 我也我再也不想理他了 他就是一个死骗子 中国人中的败类啊 很不幸的他在美国继续败坏中国人的名声啊 还天天号称以华人的名义他代表不了中国人 他只是中国人中的一个垃圾 这段时间一直有这位先生一直在追着啊 用各种方式啊 换微信号 然后并且质疑 我在美国的法学硕士学位啊 我在美国的法学硕士学位啊 王辰光啊 他是早年毕业于哈佛法学院 然后这位呢是美国这边法学院的院长啊 就是当时给我授予学位的时候的这么一个照片啊 这是当时拍照的记者 因为每位同学都喜欢拍照嘛啊 这样的当时的情况啊 这个是当时我在校友路上的照片啊 这是 然后这个是我从这边毕业之后呢 我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一项办工作啊 这是我们的主任啊 这几位是华人啊 就把他们的脸给挡上了啊 这位是从欧洲那边读的法学博士啊 这是我的顶头上司啊 这位是硕士 这几位都是硕士 我也是硕士 然后这是我们英国的一个主任啊 其实大体这么一个情况 这样的就回应一下吧 就是大体上就是 嗯 我不但获得了美国这边的法学授举学位 而且还之后呢 直接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相伴工作啊 工作原是英文啊 这样的对这位先生啊 的提问呢 做一个回应吧啊 这是领取学位证书的时候的照片啊 然后这是这位先生的微信号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换微信号 微信号也换啊 现在感情叫做无空啊 无空 然后以前是叫舍得啊 名字也换 微信号也换 所以觉得还是不要这么 对吧 总换微信号吧 很不方便 要不然朋友们联系你 多不方便呢 对吧 所以说还是坦然一点啊 就是 像我一样敢露脸啊 把脸露出来啊 把名字说出来啊 大大方方的 别每天 这样躲在一个一暗的角落里 然后各种诅咒啊 这样不好 对吧 人还是应该坦然一点啊 大大方方的 没有必要说整天 哎呀 我不知道怎么说 一说呢 可能伤害他的自尊心 不说呢 他这样的人呢 可能还穷追不舍啊 就是也 祝他一切顺利吧 祝他在美国一切的顺心吧 好吧 同时呢 我也要善意地提醒这位先生 他用那个词 Chinese trash 或者说 Chinese garbage 这一般是美国那些 种族主义者 对华人的一种蔑视 一种诬陷啊 所以最好不要用 这样的称谓啊 就像上次 纽约那个卡玛女士说 中国人呢 中国人就是贱啊 这样的 因为 咱们都是华裔啊 即便是你已经 加入美国国籍了 但是也不要 用这种伤害华人 这种情感啊 或者这种 自尊心的这种措辞啊 什么Chinese trash Chinese是中国人 Trash是垃圾 你是说 中国人是垃圾吗 对吧 所以我对这个 觉得心里 很不舒服 你说我可以 但是呢 你如果用 Chinese trash 这个字眼呢 的确是 比较过分的 希望 自己好好反思一下吧 怎么样去 真正的 作为一个华裔 怎么样 真正的对华人好 而不是说 反过手来 就是用 Chinese trash 这个 侮辱性的 这么一个字眼 好吧 我可以估订了 我可以估订了 我可以估订了